我们要看的这个房子是在休斯顿舍格兰这个区域的一套 学区非常好的房子 在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区域呢 是舍格兰的老城区 舍格兰的老城区是学区最好的一个部分 但是呢 舍格兰的老城区的房价真的是两个极端 一种就是非常便宜 十几万的 但这种房子几乎就快要塌了 而且数量非常的少 学区非常的好 另外一种呢 就是几百万的大豪宅 或者是好几百万的那种大豪宅 那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介于比较适中的刚需的价位的 三十几万价位的一套 学区非常好的房子 但是这个房子有缺点就是 它是八几年的房子 然后它是完全翻新过的 价位三十几万呢 在这个区间是非常好的 可是呢 毕竟它的房龄比较这个长了 所以说这个房子有很多的缺点 比如这个房子地基修复 有很明显的痕迹 不用验房我都看得出来 但是如果说 如果您觉得雪区非常重要 这种老区也可以接受的话 那这个房子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现在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 如果您对修正地产感兴趣 欢迎加我微信 关注我微博联系我 我是JJ 我们现在看房子咯 这个是房子的房龄 比较旧了 是八几年的 我们现在先看一下 它是什么样子的 八几年的房子 但是全全翻新了 一进来就是这样子的 包括屋顶也翻新了 后面的栅栏也做了新的 但包括其他的一些很多的方面都翻新了 具体的翻新数据还是会下在下 写在下面的字幕上面 一进来之后 它的楼梯不冲着门 是在右手边 这样子 很多的旧点的房子楼梯冲门 所以我会着重强调一下这一点 这边是主餐厅的位置 再向里走呢 就是主客厅 你也可以看得到 像这种八几年的房子呢 挑高确实比较低 这是个八个费的挑高 往这边走呢 就是早餐厅的位置 早餐厅的旁边是 衣帽间 衣帽间走出去就是抽空的位置 但衣帽间的旁边有一个客人用的洗手间 客人用的洗手间也是完全翻新的 这个房子是完全的翻新 就没有没有换的地方了 然后往这边走就是厨房 厨房用了比较漂亮的大理石台面 然后宜家风的这种橱柜 大的不锈钢信 然后这边是放冰箱的地方 这样的 没有煤气是垫的炉灶 我们上另外一面看一下 另外一面呢 就是主卧了 德州的房子的主卧 基本上都是在一楼大 这个房子也不例外 然后我们再往里走 就是主卧的洗手间 主卧的洗手间 也完全翻新了 两个sink 然后在我们这边走呢 就是一个浴缸 浴缸很漂亮 是淡形了 但是我说实话 这浴缸有点小呢 这浴缸像我这种女生还可以 我觉得男生好像只能坐在里面了 就这样子的感觉 淋浴间也很大 双人过浴是没有问题的 一望前方两个 这边一个 这边一个 然后这边是马桶间 那很多客户跟我说 不管贵房子还是便宜房子 我发现马桶间都特别小 是的 蹲坑好像也不需要很多的地方吧 比较私密比较好 然后现在呢 我们去二楼看看 二楼的地毯都是短毛的 比较高端的地毯 踩上去也是软软的 有的地毯感觉踩上去是那种 很薄一层的那种的 就感觉不太好 现在我们到了二楼 二楼分 右手边的部分 还有 左手边的部分 我们先看左手边的部分 左手边这边有一个洗手间 洗手间是双 另 尴尬了 没开开灯 上去的话 这个灯咋开呢 灯咋不开 这个灯打不开 但是洗手间 欢迎了跟一楼洗手间材质差不多的 打不开没办法 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 呃 这个卧室 这个房子最大的特点是 学区非常好 然后它在学区非常好的情况下 它是一个价位很低 位置很方便的房子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 这个房子比较旧了 所以说 您看这房子又比较旧 如果您在买一个状况不好的 你住起来就会很糟心 那你投资的话也会很糟心 那这个房子最大的好处就是 状况很好 完全翻新的 在这种旧区 这个状况和这个价位是非常好的了 缺点就是这房子地基修过 待会儿我给大家看一下 修地基的一些状态 什么样子的房子是修地基来的 好 这就是二楼 我觉得这个 这个 我还要来试一下 真的淘不开 算了 好 现在我们就去院子看看 我也给大家指一下 什么的痕迹 就是修地基的痕迹 这个房子的车库 是跟房子分离的 通常2000年以后的房子 车库和房子都是一体的 只有很久以前的房子分离的 我们这样出来 就看到这样一个院子 院子很方正 没有任何问题 屋顶是新换的 也没有任何问题 那问题出在哪里呢 问题就出在地基上 我给大家看一下 打开咯 它连这个信 这个fence 这个门都是新换的 您看这个地方 就是地基的问题 看到了吗 水泥 一看就是刚做过的痕迹 那这个地基 肯定是做过了 不用验房都知道 但这种地基呢 通常会有一些质保 一般情况下 30年15年不等 这种打桩 就属于打挺多了 打了一圈儿桩了 这就是这个感觉 好了 现在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房子所在 休斯顿的位置是怎样的 一套房子 这套房子是位于 舍格兰 这个比较 今天我们看到 这套房子 是一套舍格兰的房子 这个房子位于的地方 在舍格兰的 比较方便的位置 因为它在69号高速公路 和6号的交叉口的位置 你看它如果这条 这个房子去6号公路的话 基本上就是两分钟就到了 如果想从这边 直接到交叉口的话 也非常的近 所以这个房子的位置 真的是非常好 但是好的位置呢 就免不了 它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缺点 比如这个房子 房龄很旧了 它是八几年的房子 我们可以看一下 整个这种附近的房子 那您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房龄啊 我们看的这一圈房子 基本上都是八几年的房子 因为这个房子的社区 是First Colony的这个社区 在First Colony这个社区的 往下走 就是休斯顿 舍格兰著名的社区 Swaywater 这个社区呢 是一个非常出名的 Sherland豪宅社区 就是这个部分 房子非常大 非常的漂亮 学区非常好 贵的有几百万的 八百万 九百万的都有 便宜的最少也要六七十万的 这就是一个非常老牌的 唐城的富人区 那我们今天看到这房子 在这边 离唐城的富人区的直线位置 还是很近的 所以周边的治安啊 学区啊 环境啊 各方面都很好 不好的地方就是他房灵九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老的老牌区 好 现在我们就看一下 其他的一些方面 比如说看一下 这个房子在全球 整个修动的距离 毋庸置疑 Sherland在西南方向 然后我们现在就看一下 他离各个地方的一些位置 是什么样的 照旧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离 这个Sherland自己 在中国城的位置 非常近 基本上就是走着都能到了 五分钟的距离就到了 另外一个我们就看一下 他离中国城 这个其实我们讲了很多次了 这个离中国城是最近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25分钟左右 哦 这个更近 18分钟直接到中国城 然后您可以看一下 他到Uptown的距离 到Sherland的Uptown 基本上是25分钟左右就到了 我在房子周边有什么 我们今天看的房子的位置呢 是在这里 然后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房子的位置 在这个地方 他离First Colling的这个moar 就非常的近 直线距离的话 基本上也就是走路都可以去逛 逛超市逛商场的这种感觉 如果再看这个房子离学校的话 那就更不用说了 学校就在房子门口 您看到这边有操场 所以学校基本上就是往这边走就到了 医院的话也很近 到医院的距离 基本上也是三四分钟 因为医院就在这边 所以从这边走这个路 转过来到医院也非常的近 所以基本上周边在三五分钟的 这个区域当中 可以到达任何你想要去的一些公共场所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房子 如果您对搜索地产感兴趣 欢迎叫我微信 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GG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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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